手游酷玩 这个新僵尸已经可以在这个最后的倒数第二章的这个里边抓到了 但他的这个压榨机器还是需要准备一到两期的 那咱们还先抓一下这个人吧 因为任务让我们去压榨这个僵尸咱们没有 所以说利用僵尸王来压榨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因为这种东西留着也没用 咱们就用它来代替这个僵尸来压榨 然后把咱们今天这个都打完以后 探测机器全部派往到 第一章咱们来抓这个第一章的大胖子那顺便 也攒一下这个金星如果没有 得到大胖子的话利用这个金星的话来 重新去打僵尸王也是可以获得免费压榨的 那也是不错 好现在已经井然有趣的全部 就位到机器里面进行压榨 这也是这个游戏的一大特点 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好咱们看一下带什么武器 这武器升级要的钱也太多了 那就不升级了 暂时先这样 15万升级一次 这个还是 比较多的 这个钱咱们还是留的先升级地图 武器的话咱们最后选择再升级 因为现在 这个武器的话咱们是完全够用啊 不需要进行升级 还想跑我去 看来他要跑掉了 那铁定跑掉了 因为这个家伙的 逃跑速度是非常快的 哎就是这个 这个僵尸 成功 抓到他 那每一关都会有一些 哎比较 这个大胖子僵尸啊 那么体型比较大 防御比较强 那还有一种是小滚僵尸 那体型比较小 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同时也是非常讨厌的 他有的会把这个僵尸从地里面拽出来 然后集体逃跑 还会让僵尸两边哎 两线作战 这个就非常恶心 然后的话 就是这种带有攻击性的僵尸 他会对我们 这个小绿人 扔出一些东西 然后眩晕我们 还有一种僵尸是最普通的 他没有任何攻击能力 那么只会跑 或者是带上这个 木桶以及铁桶 增加他的防御力 那咱们的武器就需要更强 这样的话 才可以去 更好的 穿刺他的身体 从而 抓住他 那本期任务要求咱们抓 斯坦克大胖子 看一看还能不能抓到 这的话看一下没什么僵尸了这个地方 那么游戏这个速度是我是给的加快了 要不然节奏看的还是比较慢的 变快以后这个节奏看起来非常快啊 还是稍微有一些太快了这个 好扔出这个然后咱们再扔出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用这个雷把他们全部抓到啊 哎跑了一个我去 这个家伙竟然幸免于难 好最后一击 成功抓取 咱们现在回到总部看一下 这些僵尸是否可以来一个完美压榨 好咱们机关机退远就不打了 看一下什么 这个东西啊 来领一下这任务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 手游酷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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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